因為這是所謂全世界都供應在任何一個國家或地方的管治架構裏面最基本的一個元素 我實在難以想像這個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或地方 那個管治架構是會容許一些刻意去破壞那個政治制度 或者一個憲制秩序的人去走入這個管治監禁裏面 日前香港資深大律師行政會議成員湯家華接受中心社記者專訪 談及剛剛閉幕的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 他表示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是一國兩制在香港行穩致遠的關鍵一步 如果你要走入這個管治架構裏面 你必須要認同接受擁護這個架構背後的國家制度 政治制度 如果你是不認同的 而你是刻意走入這個管治架構裏面去搞破壞的 甚至乎要顛覆這個政府 又或者去破壞這個政治制度 香港就是一國兩制 我看不到為什麼這個制度應該容許你去濫用你參加選舉的權利 特別是去年的所謂十部攬炒曲 其實如果我們的選舉制度不更改的話 那個攬炒的結果是真的有機會出現的 湯家華表示 在目前香港特區的管治架構中 確實有些不符合基本法原意的地方 例如區議會在管治架構中過重的地位 以及過大的政治影響力就是其中之一 他指出區議會在基本法第97條之下 有相當清楚的規範 即定名區議會是一個地區服務的諮詢架構 其政治權利不應脫離地方工作 但就目前情況來說 區議會在立法會佔有六席 在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中佔有117票 以嚴重超出了基本法對其的法律解釋 應事實調整 區議會的政治權力不應該脫離地區工作 也不應該是一種政權式的機構 如果你橫顧其他政治機構 其實區議會的政治力量是最大的 這跟基本法我剛才解釋的第97條 似乎是相違背的 那麼如果中央政府認為 我們要正本清遠 將區議會的政治地位重新 帶回去這個基本法第97條的初衷裏邊的時候 那很明顯就可能要處理 現時區議會在立法會的議席 和在選舉委員會裏邊的票 針對選舉制度改革 是否收緊部分人士參選空間的問題 湯家華表示 這要視乎參選人士的參政初衷而定 此次選舉制度改革最主要的目的之一 就是要防止部分刻意破壞一國兩制的人士 進入香港的管制架構之中 所以如果你說有沒有收集某些人參選空間 就要視乎他參政是為了什麼 視乎他參政的本心是什麼 如果他參政的本心是愛國的 愛港的 我看這個完全沒有問題 不會阻礙到他們參政 但如果他參政的本心是要搞顛覆的 是要破壞一國兩制的 那對不起 目的就是要防止他們 是有機會走到我們的管制架構裡面 針對有外媒渲染改革選舉制度 可能會影響香港的民主選舉進程 湯家華對此並不認同 他認為兩者之間並無矛盾衝突 我希望大家明白 這個措施跟香港發展民主完全沒有關係 你要發展民主首先是要所有人都會認同 你的國家觀念 認同你的政治制度 認同你的基本目的 在一個穩定和大家都認同的政治制度之下 去增加民意的代表或者民意的參與 這個只是民主的真正的意義 但如果我們根本的政治制度都不穩定 有人每一天都是思考著 怎樣去破壞這個政治制度 怎樣去顛覆這個政府 其實我們去空談這個發展民主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也不會有什麼好的結果出來 也不會有什麼好的結果出來